所作无荣 荣是荣死 自在无爱 它们有障碍 这叫通了 神通有六种 这是佛教的名词 称为六通 即虚面通 天元通 天耳通 他心通 神足通 于露剑通 那么词 六通中 第六为圣 指阿罗汉 露剑通 阿罗汉之前 有前无通 没有露剑通 所以前无通法 一身一口等之 一身不是人 天道 畜生道 乌龟道 阿 地狱道 也有能得到的 三级主题 借口依果报 而自然感到前面五种的神通 甚至贵神也有效通 但不能得露剑通 此露剑通为圣者所证 须断尽烦恼 方为露剑 这个露是烦恼的代名词 必须把烦恼断尽了 这个疼就陷进了 有烦恼 这个疼不能陷进 实在讲 这六种神通 这六种神通是一切众生的本能 那不是修来的 本来的 修是什么 现在我们迷了自信 它有障碍 它不能陷进 我们只要把障碍除掉 它自然陷进 那本能的 智慧 神通 道理 都是自信里头 本来有的 金教律佛常识 心外无法了 法外无心了 心外无法 一切法都是从心变现出来的 慧南大思开悟 它就说出来 它五句话 最后一句说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万法是什么 人各宇宙 那 事法 佛法 统统包括在里头 从哪里 心神的 所以中文有一句话说 若人 使得心 大地 无存土 这叫明心见心 你只要明心见心 这个整个宇宙 你全明白了 你没有丝毫障碍 所以佛教求求 什么时候毕业 明心见心就毕业了 没有明心见心 没有明心见心 都不能没毕业了 用什么方法 戒定会散许 戒是守规矩 你不守规矩 你得不到定 得到定 定就可能开智慧 它是这么来的 那么方法里面 头一个就是要信 信为道远功德母 那你不信就没办法了 你跟佛就没有远了 而且你要真信 要信得彻底 不能有丝毫怀疑 要真信 那我们修净土 一定要真正相信 极乐世界真有 阿弥陀佛真有 这个极乐世界 是阿弥陀佛 他老人家建立的 他怎么建立的 前面我们读到了 他是慈悲心特重 想帮助一切诸佛 插土里面的六道众生 六道众生太可怜了 迷得太深了 帮助他们 能够在一生当中 能够在一生当中 都能争得佛库 可不可能 离上讲得通 为什么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就凭这一点 能令一切众生 快速成佛 有的本来是佛 本来不是佛 那就麻烦大了 那就难了 本来是佛 要怎样帮助 要有个最好的修修环境 一般人修行困难 要长节 无量节修行 都是环境的障碍 没有那么好的环境 所以阿弥陀佛知道 我一定要给修行人 创造最好的环境 最好的环境 让他在这里生活 在这里学习 他不生烦恼 那成就就快了 成就就踏实了 还要会齐心动念 分别执着这麻烦就大了 他造这个极乐世界 是为我们造的 他早已经成就了 他在那里住持 干什么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 在弥陀经上讲的 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干什么 精心在说法 这个话我们要记住 我们要去体会 佛教是什么 佛教是教学 那不教学就错了 那戒丁是身教 慧是严教 三叶都在教头 身行严教啊 身行严教啊 他到中国来 是中国帝王 把他公公运进秦来的 秦来之后 跟我们中国这些儒道 一接触 我们中国人佩服他 他教学的理念 教学的方法 我们全部接受了 如接受了 道也接受了 那就是 用真诚心 用恭敬心 用亲近心 你才能学得到 你的心不真诚 不恭敬 心不亲近 都没办法 所以学习 必须有这三个条件 成功失败呢 那就是 老实 真干 听话 能有这个 丙 丙妇啊 好 这是什么 是圣贤的根 佛菩萨的根 你有这个根 再有这么好的 学习态度 没有一个不成功